过神山台积电传出震撼弹 明年经营高层将大变天 台积电19号发布声明 董事长刘德英将不再参与 下一届的董事提名 并将于明年股东大会后退休 而台积电将推荐副董事长魏哲嘉 接任下届董事长 并将以明年6月下一届的董事会选举结果为主 同时刘德英也透过新闻稿表示 现在希望能退而不休 以不同的方式回馈半导体经验 要多花点时间陪伴家人 开启人生新篇章 他也会持续与董事会 一同致力于公司治理 直到任期届满的最后一天 更强调台积电在可见的未来里 将持续缔造优异的表现 此一来看刘德英 民国82年加入台积电 107年在创办人张忠谋的推荐下 接任董事长职位 任内强化公司的企业竞争力 尤其在技术的领先 股价创下新高 完成包含美国 德国 日本等全球化的布局 退休消息来得相当突然 尤其刘德英 才刚代表台积电 出席行政院科技顾问会议 更对媒体喊话 不怕三星抢单 时隔不到一周就宣布退休 实际原因外界物理看华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